爸爸他之前就是一直咳嗽 然后他说 我是不是应该当个孝女啊 然后我就想说 我要炖那个冰糖炖雪梨 给他保养头 加个叫川贝粉吧 是不是 然后我就 我们家有那个枸杞 然后就加糖 把那个雪梨 我还很费心地 把它挖了一个洞 我想说我要弄得很漂亮 外面卖的给我爸吃 然后就弄好之后 很用心 端给他 我就这样再把它给你吃 你不会再咳嗽 润肺润喉 对 润肺 就是这个偏方 然后我爸吃了一口 他就 就整个吐出来 太甜吗 他就说 这怎么那么辣 怎么会是辣呢 然后就说 为什么很辣 然后我就把它拿过来仔细研究 我就挖了一口 是靠超辣的 为什么会辣呢 因为那个枸杞 我拿到的是朝天椒 小顶椒啊 我不知道那哪里 谁送我的 然后就是 他厨房暗暗的 他就跟着 你这是不是新冠的后遗症 看不清楚 还说没有症状 脑暗暗跟眼睛都猛 我快笑死了 他长得一模一样 因为朝天椒这么小 它就像枸杞 然后我就撒了一大把在里面 然后那颗离子就毁了 那我自己有一个 可以推荐给大家保养方式 因为我现在就会喝 早上会喝黑芝麻 加骨粉 然后再加高蛋白 乳清蛋白 然后觉得 像我们女生有时候吃比较少 或肉吃得不够的时候 这个保养方法 我发现头发会长回来 然后肌肉量会增加 是 对 那Lawrence呢 我们要用什么保养比较好呢 现在给妈妈都怎么保养了 其实呢 因为后来我说过嘛 我去医院检查 很多数据其实都是正常的 那没有办法 因为我妈有一个 认识二十几年的一个 很老的老中医 那通常她有一些大病小病 会去给她揪一下 针灸一下 然后顺便拔一下脉 后来我带我妈妈去给 那个中医师拔脉 然后顺便看一下情况 然后那个中医师跟我妈说 我妈的肝筋肺筋还有肾筋 比较皮 比较弱 然后你可以从脉象上面 可以看到 就是这几个地方 特别虚 今天我妈妈就是要补 那因为 我妈妈很讨厌吃中药 她觉得吃中药叫吃苦 我干嘛那么老了 她吃那么多苦 对 可是蛮有道理的 她也能接受那个味道 所以她就问那个中医师 有什么可以补的 因为她说是燕窝 刚好对肝筋 对肺筋 对肾筋 对肾筋都有包 一方面 她也觉得我妈妈年纪很大了 如果吃很多的中药 也担心她会有点这个 因为我妈又有吃高血压的药 有高血脂的药 所以她也不太认为 要吃其他的药物 所以她就很推荐 我们妈吃燕窝 她认为吃燕窝 刚好可以补充她的需求 而且你知道 她为什么觉得 她皮肤会这么 一直容易发痒 然后有时候会掉头发 就是肾筋太弱 然后她就认为 其实燕窝本身里面含EGF 它里面也含很好的营养成分 是可以有效帮助她 把她的这个圣经 重新照顾回来 可是我发现 煮燕窝很麻烦 因为像我有个朋友 她是那种超高纲的妈妈 然后她会自己买回来 然后还要拔毛 还要挑毛 还要洗 然后还要再煮 我就想说 你弄完这个 就是一整天都过一半了 一般人哪有办法 这样子处理啊 对啊 所以后来那个 我其实坦白说 所有人都不喜欢煮燕窝 因为其实煮燕窝 我觉得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你要挑毛 而且你知道 燕窝一般颜色 都是淡淡的白色 或者是淡淡的米色 其实有黑点看得很清楚 所以后来那个中医师 也推荐我 他说那你可以买市面上 有的那种 推的那种基石燕窝 然后它本身就是一罐 然后你只要 比如说每天需要吃多少 咬起来 剩下放冰箱 然后妈妈如果说 想要自己加一些 什么味道去调也可以 所以我今天就有 带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一样是中医师 推荐给我吃的 大家可以来试试看 它很浓稠啊 所以你大家在吃的时候 就可以不用太担心 而且你其实 好吃耶 我觉得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 你有没有发现 它这个燕窝的口感 跟一般不太一样 有没有发现 它比较脆 它是脆的 比较弹酸 它不会很恶心 不会很烂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它吃起来没有太甜 而且我喜欢它的淡淡甜 它不会很甜 它很清淡 首先就是 中医师也跟我推荐 他就说 如果我们真的要吃燕窝 今天还是吃冻燕 因为他认为 冻燕的营养价值比较高 因为是野生野长 那Lawrence好像有带这个 精彩的影片给大家 对 我亲自去看那个洞 来了解一下 你就知道说 他们采摘是多么的辛苦 我们一起来观想 哥曼东洞 距离马来西亚山打根 约两小时的车程 有燕子洞之称 是盛产顶级燕窝的福地 为了守护金丝燕的繁殖地 燕子洞里365天24小时 都有轮班的守燕人 还没有决定的时候 我们认为可以采的时候 我们去申请 他会过来查查看 看小鸟有没有飞 时间到了没有 到了给我们采 他会出一个准证给我们采 三 六 八 五 彩燕需要一支默契十足的团队 整个彩燕过程 不允许小偏差 这样才能确保伙伴 站在超过十层楼高的铁梯上 安全工作 好中心哦 我们这些采燕人 第一次看到这样采燕 而且他们你知道 那个采燕人我觉得好辛苦 爬上去之后 他就不能下来 在那边待八个小时 基本上呢 就是我们都认为燕窝不环保 但是其实这个曼东洞 他本身是有经过 国际环保组织 亲自派人去检验确认 它是属于一个永续自营的概念 而且你要采在燕窝的时候 不是你想采在就可以采在 他必须是官员 亲自上去看 看过了以后 如果确定那个燕子已经 小燕子也飞走了 燕妈妈也飞走了 基本上等于是废弃的产房 燕窝其实是一个产房 他才会派一个采收证给你 让你可以采收 原来是这样 可是有 真的很特别 很多人会说 那我采收走了 燕宝宝不就没有家住了 其实完全错误的 它就是一个产房 如果你不把它采下来 它会污染整个山壁 一污染山壁以后 因为燕窝很营养很营养的 一旦污染山壁之后 燕爸爸燕妈妈反而不敢回来了 对 所以这个影片我觉得还蛮感动的是 他刚刚有讲说 他们都会确认 那个小燕子已经离开了 他才去采 就是他已经离草了 有一些更恶指的乌燕厂商 我们其实有亲自看到 就是他会把蛋故意摔破 很残忍对不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们一旦把这个蛋 给摔破了以后 是不是突然燕爸爸燕妈妈 就没有蛋了 然后他们就在逼他们自己 在吐第二个草 另外就是说 住在洞穴燕子营养价值是更高的 怎么说呢 其实洞燕跟乌燕的差别 第一个当然我们有哥曼东洞 它算是全市最最顶级的 这个哥曼东洞的燕窝产地 另外就是它本身是一个国家保护区 国家公园的保护区 然后有政府来管控 然后颜色有很天然的 有分成天然的白色黄色跟红色 米黄米黄的 对对对米黄米黄的 真的非常白的 是有染色过的 大家就不要吃了 有些会刻意染色 这跟他们吃的食物有关系 是的 野生动燕因为它 为什么它的栖息地 一定不能被破坏 因为很多的食物来源 比如说它喜欢吃蜜蜂 喜欢吃红枣 喜欢吃这个小鱼 喜欢吃小虾 所以他们的食物的含盖量 含美量 就相对丰富 所以它的这个竹炒 因为他们都是在山壁竹炒 那山壁是各种情况 所以它的那个密度一定要够高 粘性要够强 干起来之后一定要够粘 所以它的这一个口感会更脆 难怪跟我以前吃的不太一样 我以前可能都吃的是乌燕的那种 对对 味道不一样 这真的很脆 然后吃起来很爽口 很舒服的那种顺口 然后乌燕的话 要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它有点不是太人道 因为可能大家不知道 乌燕的话是要把燕妈妈 故意抓到这个屋子 然后逼它在这边产出来那个蛋 有一些更遏止的乌燕厂商 我们其实有亲自看到 就是它会把蛋故意摔破 很残忍对不对 好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燕爸爸燕妈妈 他们其实产燕窝 是为了传宗接代 他是为了生那个蛋 然后当产房富裕的 那这个燕窝更多的是 他可以把小宝宝富裕到大 然后富裕到大的时候 如果燕爸爸燕妈妈 不小心发生意外的时候 燕宝宝还可以靠吃燕窝 来维持一定的生活 好 问题来了 他们一旦把这个蛋给摔破了以后 是不是突然燕爸爸燕妈妈 就没有蛋了 然后他们就逼他们自己 在土第二个潮 因为他们的那个 就是在交配期的时候 他们本来就要传统接代 这是一个身体的天命 也因此一代 他们没有办法发现 孕育下一代 他们会逼自己再土第二次 草再生第二次 可是那个土起来就越来越稀 越来越稀 好可憐喔 所以很可怜 可是土到后面也有什么血丝 那个其实是骗人的 那是夸张的 因为如果你燕爸爸燕妈妈 已经吐血 代表他生不出小孩 他们是不会做这件事情的 那可能肺受伤了才会吐血 对 都吐出血丝 那这样不行 对不对 然后另外他通常那个 为了就近照顾都在市区 然后在市区的话 那个食物就变成跟人畜共生 其实他的那个食物的污染 就很严重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 曾经有做一个警告 他说其实我们的一些 市区内的污染 它的那个环境荷蒙太高 你知道环境荷蒙嘛 它飘升在我们空气当中 那你如果跟人共处 那个浓度也高 它就很容易沾附在烟窝上 所以就会反而吃烟窝 变成吃毒 而且现在有PM2.5 对不对 然后另外就是 咽条很细胞 口感软烂 然后咽雾是大量生产的 所以 而且你知道 通常生活在乌咽里面 它的咬硝酸盐会暴高 因为它那个很密闭的空间 通风也不是很好 在屋子里面 所以你看尿尿 大便都在里面 自然它那个咬硝酸盐的 环境卫生就会很恶心 所以各位如果有看过 你就知道 为什么我们推荐吃冻咽 我觉得咽窝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它没有什么吃的限制 从我们在怀孕的时候 就可以吃 然后也可以吃到 我们走了以后的时间 因为它算是一种 比较好消化吸收的营养 就像是我们很多时候 吃蛋白质 为了补充蛋白质 到体内会把它 分解成氨基酸 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件事情 可是烟窝本身 含18种氨基酸 它特别的是什么 它不需要分解 是啊 它跑到我们肠道里面以后 它本来就是很短链的蛋白质 瞬间就可以转化成氨基酸了 所以它为什么在 虚弱体的上面的 补充效果会更好 原来是 所以很适合 那个新冠之后的保养 身体虚弱的 肠道虚弱的 或者是你本身 就是肠道里面 还有一些病毒残留的 基本上你在营养吸收代谢 比较差的 我觉得燕窝还不错 你知道我吃最多燕窝 什么时候吗 怀孕的时候吗 对 怀孕的时候我是每天吃 然后我发现真的 人家说怀男生皮肤会变差 但是因为每天吃燕窝 反而我就会补到妈妈了 就是那个时候皮肤还蛮光亮的 那像我们挑燕窝 还有哪一些细节 我们也要吃燕窝了 就让我们挑选一些比较天然的 所以如果它本身有一些 像无重金属的检验报告 或者是无过氧化气 这个应该都要有检验报告 是 还有二氧化瘤 尤其是二氧化瘤 它也算是一种致癌物 要特别小心 然后没有色素 没有防腐剂 而且最好就是有一些燕窝酸 或者是蛋白质的一些检测 除了这个以外 我还建议大家 就是尽量不要挑有加胶体的 或者加一些起云剂 就是它看起来更粘稠的 勾勾啦 是不是 因为其实那些东西 有可能会影响你燕窝的吸收 我们其实已经肠胃在虚弱的时候 你又吃了这么多的添加物 你会让你的这个营养吸收 我们需要吸收好的燕窝的这部分 反而没了 吸收一堆胶体 所以真正好的燕窝 它不是不会勾在一起 不会的 它其实就是很 基本上真正好的燕窝 只有三种原料 是有意思讲说 丝丝入扣可以这么讲吗 我正在心中对不对 其实应该丝丝入扣 但是粒粒又分明 粒粒又分明 而且脆脆的 基本上都会是比较米黄色 我想到我以前吃的经验 就是那种狗狗的 我吞下去的时候 一直觉得我在吞痰 这个不会 这个很好吃 可能是为了要养胎 就不得不 硬吞 就捏着 硬吞 因为我们常说 吃补之前要补 只是希望呢 我们在吃燕窝之前 大家今天也补到姿势了 不管说这个病毒共存 后疫情时代 我们要把免疫固好 其实每天 我们都要注意到自己健康 包括自己 包括全家人的健康 如果说你还有任何的问题 也非常欢迎您 可以在我们的 乐活SOMACH的粉丝团留言 还有记得 别忘了追踪 订阅我们的 乐活SOMACH的一个 YT频道 都要紧张 好